以前的童心现在怎么变将呢 来看14年前在偶像剧 海豚湾恋人中爆红的童心 打达王兴益 这两年争议很多 屡屡闹上新闻版面 那么去年因为聚众砍人 被依杀人畏水罪起诉 那么其中警方认为 他在桃园疑似组了一个邦 叫做南砍邦来聚众闹事 不过因为罪证不足 这个组织犯罪的部分是不起诉 还可以走吗 水蛙蛙大眼 配上有点婴儿肥的小脸庞 可爱模样 相信七八年级生一定不陌生 他是饰演偶像剧 海豚湾恋人里的打达王兴益 但14年过去了 这两年登上媒体版面的次数 可真不少 右手遮着脸不发抑郁 右手臂还有着刺青 模样和小时候判若两人 去年11月甚至还被检察官 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 积押桃源看守所 当时更因为在桃源当地 组织南砍帮 纠重闹事 以组织犯罪嫌移送 不过现在桃源地检署 此案真结 认为王兴益当时纠重砍伤 只是偶然 属于临时组合 组织犯罪罪证不足 不起诉处分 去年七月 王兴益和友人持铁棒 西瓜刀等武器 横砍理性少年 导致他全身多数刀伤 头部更是严重颅内出血 今年一月过世 听到不起诉处分 家属不能理解 妈妈表示会继续帮儿子讨真相 还说事发到现在 王兴益等人都没来慰问过 和现在凶狠模样相比 昔日的可爱小童星达达 真的回不去了 记者范国庆杨如涵桃源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